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在决心上体会就是每一个念头起初 那我讲的那个念头当然设一切法 每一个念头起初你都在决心上面去会 那当下看的还是念头 但你深刻体会就是决心 所以当你明白这个就是真正叫做如人饮水了 当你能慢慢体会是决心时 那个念头的所有的一切因缘本末才是最清楚时 才是真正会清楚时 过去你要是站在一切感受之中 你要是不知道大绝体时 你想避开那个感觉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越来越暧昧时 不但你在一些夜感的所有的一切 过去的造作上面是怎么样子 是成就业力使你流转的 我觉得奇怪还有一堂课 那哪里开课 开错了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我也是那个后面放出来的 我也是跳过去了 所以当你能够在感受上 你念念在决心上体会时 你反而是在念头之中的所有一切 本末意缘你是越来越清楚的 当你还清楚时 你已然不是那个过去的业力了 不但你是不是过去的业力 你是更明白那个决体照现业力时 它作为决体之中 根本从来不变得心中的亲民 你是要这样子慢慢慢慢体会 那个心境中的转变批波的 那个时候你当然知道那叫极尽 所以那个极尽不是说你什么时候 什么东西都茫然不知叫极尽 那是全然明了叫极尽 因为全部明了处才能够肯定你是什么 你是住在决体上看一切处 你在尽色之前你全然明了处 我才能够真正肯定你是站在静体上说一切色的 你站在静体上站在决体上 这个批在静体上批语讲这个决体 那你当然就知道你站在你得一分正一分静体 你会明白一分静体从来不动的极尽亲民 但是那个极尽亲民时 是你明白一切尽色作用处 为什么明白一切尽色作用处 就是我们常说的 静体尽色就在那一点上 没有尽色没有静体 没有静体没有尽色 就在那一点上 你能够在那一点上 能够体会那个静体作用时 你就是在那一点上的静色的种种千变万化中 你能体会极尽 所以当你体会极尽时 你是更能够明白 静色是怎么样成就的变化的 当你能够体会极尽时 你是更能够清楚 那个念头是怎么样这样子 不断在你眼前 如是变来变去 如是翻脚 如是业力的种种 变化的 那是一个行者最初已经要什么 已经是念力之间 肯于在决体上担当的嘛 所以你在决体上担当 才能够有前面那句话叫 如来总开示嘛 经文是如来总开示 那行者呢 你总向如来总开示 你念力之间总向如来总开示 那你在心底中体能体会如来总开示 这就如同华音经中讲的 刚刚我还在下面想这个记子一下 没把它想完全 有一句忘记 有一段小段忘记 这就是老纳的业力 输到用识方恨少 讲到福尘冬季 童子难寻 这叫散来童子 五十三三十 古德在后面写的记子 这个大家应该是读过环境 多多少少有一些印象 福尘是在哪里说福 就讲到那个开示那一口甜 一个从一个是 一个一 一个口一个甜 你念力之间 你看到你念力之间明白现如 你只能真正知道 在你的根本大觉心底 从来不二的那一口上面吗 你念念在如是上面 念念如是情分跟云否 念念如是为自己 不断的庄严巩固否 那是浮沉 念念如是能够起承 所有的一切念头现前处 你能够真正起承大兆否 那叫冬季 在我们那个庞然过去的夜感的那些 那些夜流当下 那些浩瀚的种种造作当中 那一念心中本来是你根本的决心 但是那一念心虽然是本来是决心 但是必定我们是那个行者 回头去念这一念决心的 所以这一念心的心种 在你心底之中 还是最什么 最纯真 最赤真的 那童子童子有两种像 赤真 叫童真 还有一种像 就是还是磊弱 还弱 还小 你念念认的是你根本本来的真性 所以那当然是童子像 你也是念念之间在心中 长养这一念种子时 那也是童子像 这一个种子 这一念作用 就是念念之间 在为你 为你耕耘浮沉冬济处 为你开显浮沉冬济处 这一念赤尘 这一念真心线前处 叫童子南寻 因为他就开始 不断的向下 就下心念念的 去求法 你才能下心求法 下求就是南寻 你说将来要往生西方 往生西方先到哪里去 先懂得南行 你要说 法师你讲这 你骨子八道 那时你不懂什么叫一心 那你要怎么样懂得南行 你先要知道冬季 你看到冬季就知道南行 那你当到南行处 你就明白了什么 你念念之间要增上的 北方的大志 你在潜在意识里面 一定有一个方向 是你要成就处是大志故 所以你讲到念念南行 将来成就处就是西方 那你到底站在哪里 你是运用四方 将来看到成就处 虽然叫西方 但是你是运用四方 你那是真正叫中 你能运用那个四方 那是真正叫做中 你真正正得这念中 才能够真正叫极乐 这极乐现前处 方向之中仿佛是西 可真正正的无量光处 那四方四位都一体圆容 这在众生 接济众生时 是有方便说如是方向 种种方向 方索 叫童子难寻 百尘淹水 秒无垠 那一切感受清清楚楚 那根本从之 就是刚刚讲的 奇数极无量 从之入至 从之入 成至照之 那是念念之间 你不可以限量的 但是入到种种的感受里面 就是种种的差别象中 入到种种不同的 种种境界里 如同百尘淹水一般 每一个每一个 都可以倒进种种的倾向 种种的作态 可以显露出 种种决心之中 随缘的一切的表彰 妙无垠 但是知识 异常轮 这个知识 不是你平常用的 你这一念发心 不是你平常的 所知所事 知识异常轮 就是后面 那四五个字忘记了 还有四个字忘记了 还有一曲和阳春 这有些古德写的记词 你不要以为没有用 经文读完了 因为经 诸佛的智慧又太深了 有时候读 读了文字 量又比较大 不是一下子 马上就能够 投入那个气氛里面 把心收下来 好好读读 古德写的记词 你那个古德的记词 若是都能够读懂了 你再看那段经 搞不好 你又找到不同的方向 去体会 那怎么样异常轮 那就是你 你之前在决体上 看一切感受的 感受要过去 忘记决体 那感受就是众生 所有的一切 夜感的常态 常夜如实 众生现前处 就是如此 那讲到众生 不要讲到说 只是我们现前处 叫众生 我们为什么会 躲在众生项中 决心随缘 现到众生时 那个众生 就是个别表现处 个别表现处 是不是就是在 种种感受里面 你看错了 它就是往下直取时 向下赤胜处 向下续身时 恶鬼畜生 修罗都在此处 那你明白时 修罗畜生恶鬼 哪个不是 信中本来的作用 法界如是 你没有如是作用 它还不能够 成就一切感受 感受还不能够 完全呈现 但是你是站在过去 众生的长 这个做一切 长夜之中 这样流转的 不是啊 你明白 你还是站在众生 所起的一些念头上 你却在众生的作用上面 过去 众生必定流转的夜感上面 你看到是本来众生 当下就是觉得众生 即佛的根本归家的作用 所以那个知识是异常轮的 所以这个知识才能够用到 佛门中讲的 医治不医事 你站在自己上 你一定明白一切事心的作用 但你跺在事心上 说是 那一定忘背了志 那你要怎么找到这个大志呢 你不是有个智慧 可以让你所证 你是在一切事心上面 圆明处 明明白白处 明明之了了见处 就是智慧 什么叫做明明之了了见 明明之了了见 明明之了了见 就是绝对不会 跺在世心所有的一切 幻想夜感 缘起之中的 种种暗昧中 所以他能够解释一切 世心的成就 解释一切 世心的缘起 你根本不必 避开世心 现前处 你都能够倒进 一切世心的变化 就是如此 你能讲尽一切变化处 讲尽一切世心处 你住的就是智慧 你是一智 你就不是一世 那讲这个 对大家修行中 绝对有帮助的 在一切念头之中 你不就在体会决心了吗 你就在一过去 你认为的念头当下 世心现前处 你就能够直下认 你就认他 其实就是决体 不是离开世心有个决体 是你已经直下 已经担当他 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我知道你就是决了 你已经在那边 不断地体会思维了 当你在那边 不断体会思维时 你将来看到还是实心 因为你过去在下手处 因地心中下手处 你就没有避开实心 所以将来正的这个智慧时 正的这个大智时 正的这个决体中的亲民时 你一样可以担当 现前处就是实心 所以过去 因地心中 没有避开众生因缘时 他将来正的这个决心时 现前处才能够入一切众生缘起 所以为什么这样 大圣佛法最初下手 没有避开一切众生 绝不放舍众生 所以有的人说 那怎么可能 怎么样 你不要自修 怎么不放舍 我自修也没放舍了 你念念之间 你天天要看到众生 烟耳鼻舌身意 你就知道众生像就在这里 所以你当你明白 众生像就在这里时 你将来所起的一切众生 也在这里 你感受的一切世间 人我 一切人事物 哪个不是你现在 在内心之中 内世界的众生像中 所起的 所成就的 你 是心底世界的一切众生 你都能够明白 都能够不舍 你当然就不会舍弃一切众生 你当然就能担当一切众生 你根本不在众生像上 你不在担当众生像上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下手的 肯定 这个人说下手是 胡说 因为现前我不是跟你讲 你要在众生像中 知道那个是绝体 你才能慢慢体会舍磨它 空性 你要避开那个感受 你再说个绝体 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下手的 你要避开 也是一个念头 那不是也是众生像中的一个众生吗 你躲在避开之中 你以为认得那个绝 你不是还在抓到众生中 以为有个绝吗 你能离开哪个众生吗 你能离开一切念吗 你能离开这种念吗 你绝对不可能 那念头起初就是众生像 所以你绝对不可能离开这种念头的 你就算说我要离开念头了 我真的没有念头 那都是念头 那表示你根本不在念头上面下手 你根本就不可能真的绝嘛 所以你将来你说你再怎么样 怎么修的如何 骗人 为什么这样骗人 不可能 因为再说修的如何 都是都如同众生的换业而已 都是同等业力 过去众生多在业感之中 只能说那个势力 将来你根本不认绝体 只是在业力上面 你想要变化 业力好像可以制衡那个业力 好像自己在那边 这个心里面觉得得意 那是更深的业力 反而让你将来流转更深 所以这里面就是告诉你 如何下手 你真正体会到 在大绝体中 你知道那三种类 就是空甲中 你明白那三种类 所以你自然就能够在一切感受中 每一个缘起 每一个念头起初 每一个因缘当下 你都能体会决心的作用 当你能够慢慢体会决心的作用 你已经跟大智相应 你能体会决心的作用 就已经是要浮沉冬济 你那念心念念之间 不断地如是赤诚恳切 念念下心去寻咎 叫做童子难寻 你已经在哪里 你知道吗 入法界 这一个记者是在入法界品 已经入法界了 当你明白处 你当然能够知道 那个决体的极境 所以极境是什么 但那个极境 我刚刚已经讲过 它是一个明白一切 感受时知道的决体的极境 因为感受绝对 当体就是绝 当你能够知道感受 念头现前处 当体是绝实 那当然你在绝中 能够看到一些念头 呈现处 它依然居于极境 所以极境之中 它可以倒进一切 元气变化 这样镜子造现 一些千变万化处 它为什么能担当千变万化 你知道吗 因为它恒然极境 它要真正有动 就不能千变万化 这只不断反复用这个批语跟大家讲 所以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那个叫极境什么它 所以极境什么它 你才明白 为什么叫后面那句 如敬照诸相 那是真正明白 那个大觉心体 那个静光的那个亲民 那静光的亲民要在哪里说 要在照尽一切诸相中说 我才能够肯定 你真正是诸尽 正德尽体 所以最初迎地下手持 就不可能是什么 闽心灭志 憋在那里叫参禅 就安娜波娜 那也不叫安娜波娜 你把你自己拨到哪里去 都不知道波娜 安在哪里都不知道 安娜波娜 所以真的讲到禅境界 中国汉传佛教讲到禅境界 你看过去古德都是禅师人 他可以道进一切法门 可以入一切宗门中 讲进一切宗门道理 你给他什么 他可以道进一切新性的道理 不是现在讲的禅师 就是一个安娜波娜 其他的不知道 那叫禅师吗 所以中国人讲的那个禅 已经不是现在人 所体会的那个禅了 那种限量中 被他曲解的文字了 怎么讲到这个上来 所以真的讲到如禁照诸相 那是真正你才能够体会最初的禅境界 那是心中的根本激进 所以你在这个激进之中 你当然就会明白 你都能够像如镜照诸相一样 镜子照相 从来他从来不动 从来都是亲民 所以他一定激进 当你明白这个道理时 你就会从这个激进中 你就会安然去入一切尽色 你就会坦然担当一切变化 就叫如幻三摩体 他能够如一切幻 如一切变化 那个如就是随顺 他就能够随顺一切变化 不是吗 你自己都能够清楚了 那当然自然而然 心性成就处 就是你在根本知道禁体的 从来的根本激进处 他现前就是禁色 那种担当 那个亲民当下 你自然就能够如一切幻 就如一切变化 叫三摩体 三摩体入甲 如苗见增长 那些幻化就如苗 像苗一样 幻化这个苗 苗就像种下东西 你种子种下去 它就能够这样子增长 然后从苗起成大树 一些世间的幻化 不都是如苗见增长 那一切的缘起 就好像在苗上 你在决心中看 就是那个苗像 怎么样的发挥 怎么样成就的增长 所以他才能够道进 如是法 如是向性 体力做 因缘果报 本末就近 所以他能够知道一切缘起 知道如是缘起 只是在这个缘起上 过去方便告诉你 苗它本来也是没有 它也是念念不住 所以叫苗 苗是念念住 那叫什么苗 对吧 它就住在这里 它也再也不会变成树 那叫什么苗 它也不会成为什么种种作物 那叫什么苗 那就是在别苗头那个苗 互别苗头 那就不是真的苗 苗就是慢慢增长 它念念不住 才是苗 只告诉你 缘起之处也不住 能觉得像大地 能够担当一切苗像 大地也无珠 心如大地 只在这里跟你讲 如苗渐增长 那事实上就是要告诉你什么 你能担当一切缘起如幻 你能担当如幻 那个缘起如是的 苗像 种种作用像 剑增长 剑就是物化迁移 物化种种迁移变动 是像苗一样的变化 物化迁移 那它一定什么 它一定是循规 依次第而限的 它一定是一步一步 按部就班线的 但是这个按部就班 它一定是为什么 它会按部就班 因为它是大觉所随缘的 缘起 它当然按部就班 因为决心能够知道 那个缘叫大觉 它那个所现的缘起 所以它就能够明白 那个缘起的变化 叫按部就班 这不是决心所现的缘起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变化 就好像突然一下 蹦到了树了 因为是绝 所以它在过程之中 一定是步步都是绝 步步都是绝 步步都是绝 反过来说 就步步它就能绝 那不就是剑刺吗 步步都明白了 当然叫做剑刺 所以那个叫做剑增章 叫做如苗剑增章 所以它看尽一切法中 缘起之中 它就是如是担当 它就知道如是夜象 它就是如是现 所以你看到那个 你慢慢能够体会 那个起心动念处 眼耳鼻子生意六根六成 现前处 你根本不必避开 种种念头 每一个根层中的造作 你也能够看到 根层之间的如苗剑增章 你为什么能够体会 那个剑增章 是因为你念念 明白决心了 所以你才能看到 你所有的念头当下 随缘所起的一切的变化了 它的过程的 剑刺的变化了 这才叫如幻三摩提 禅纳为极变 禅纳也叫 为极变 如比气中黄 你刚刚是讲到 我刻意就在 刚刚才蛇摸他中讲 你知道那个空 知道那个禁止的 清明处 你就能够如一些幻 如幻知识 你又能够担当 一切缘起中的 种种的变化了 所以这个上面 这一段文 若是大家能够 仔细去思维时 你就会发现 就从那个根本的极境中 他能入幻 入幻当下也不是极境 所以你到底是住在哪里 你既不住在极境 你也不会住在幻中 但是心中会 毕竟明了一切极境 明了一切如幻 那叫禅罗 那是真极灭 所以这个极灭之中 空甲 这二法 心中极圆 明明白白 那个圆满的圆 极圆 念念清楚的 所以空甲极圆处 所以他在空中 他一定能够照甲 甲中一定明白空了 他是法法不住 你敲空之时 是看甲 敲甲 扣起甲处 要知空了 那叫极灭 这叫如比器中皇 那心中的担当极灭 所以那才是真正断一切烦恼处 因为烦恼是什么 他不是在任何造作上面 还有一些威胁 威胁的一些些纤维 还有一些造作 还在那边说空说假 他根本不是在你身起心动念说 种种烦恼 那他真叫断烦恼 你在回头之中 你还以为有些善法可证 还有一些东西可得可证 那都是烦恼项 甚至于有人听了你这句话 就认为说 那所有的一切公恨放下 那也是烦恼项 谁在照你在这上面 不断地用这种世间语言 不断自己在搅绕伎俩 你应该要用行者的这个声音 不断地提起自己 我决决的一切行为时 公恨时 决能决的公恨时 公恨不失 那就是空性 那就是心中的根本的信空 所以信空之中 他不去暧昧一切公恨 在公恨当下 他不会妄度一切有为 所以你们才能够慢慢体会 在这个上面 你才能够慢慢 你不要只是讲到说 这公恨有为 有为无为这上面而已 他这个在有为无为上面 将来的心境是包容一切法的 你是能够深入一切了 为什么能深入你知道吗 你过去只要背诀 妄度一个有为 只要妄度有为 我就肯定你背诀 你妄度有为时 你就是一定是抓到 有为上的那种 那种气氛在说话的 在那个气氛说话的 那从此以后 你就不可能照见一切 不可能明了一切 你妄度无为 一复如是 所以那个心中的那种圆容 那个根本行者 在行者心中的语言 那种不断的自己的鞭策 就告诉自己绝对不允许 还要跺在世间的异想之中 那才叫冬季 那叫难寻 那开始难寻了 那那赤神星开始这样子 不断这样子 为自己耕耘了 那您 您就是善财 你心中的种子就是善财 它会为你 启发一切 本来具足的 如是心性中的 大觉宝藏 它能够开显一切 你本具的复藏物 这那真的是善财 所以他如比气中黄 扣几 你不是急物 你才知深 所以就好像那个在气物当下 气物你好像需要扣它 扣几 才一刻得名 叫气需扣以得名 但是在那个名中 声音出来 声的名声 声音响吃 它不过就是告诉你 它用中的和响 扣气目的是在那个用 扣那个用 它都和那个响而已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自然就会在 所有一切作用处 在一切现前处 你明白那个对待 绝了对待 明白对待 你当然知道是 什么缘故 从气能献气用 什么气用献出的 种种声音氛围 其实它就是 根本就是告诉你 回到如是本来的 成就一切气用的 心中的根本性德 你绝了这个对待 当你明白 这些对待时 你绝了这个对待 绝就是决定的绝 绝了这个对待处 你才是真正走出 对待的妄想造作处 那才是真正的 叫做一真 唯妙极元处 那是一真的 清清楚楚处 所以那个叫做 禅纳 三种妙法门 皆是绝水顺 这三种妙法门 就是绝水顺 因为你是体会绝 你才知道是绝水顺 你不体会绝 你怎么知道绝水顺 所以反过来说 行者应该在哪里说 绝水顺 因为你要念念绝水顺绝 你才知道绝水顺 潜在意识 你念念绝水顺绝 所以现前作用 你就知道绝水顺 因为你不断在解释绝 你在绝水顺 在解释绝 所以任何念头 现前处 你就是在绝中的作用 明白处 解释处 你才知道是绝水顺处 都是绝水顺 十方诸如来 极诸大菩萨 因此得成道 十方诸如来 成佛 将来正得如是 根本的绝体 十方诸如来 给一切 现前作用之中 他本来就在大绝体上 能够担当一切感受 就是入一切友情处 在一切友情处 你如何利益一切友情 当下让你正得如是 大绝体处 就是菩萨公恨处 就是行者 现在要发的那个心 你如何在每个念头起初 你能看到你根本决心的作用 在决心的作用上面 根本不舍一切念头 但是念头当下 你能明白是决心吗 当念头当下 你都知道是决心的作用 那当然将来 你就能在决心的作用当下 讲尽一切众生 当你在决心当下 讲尽一切众生时 你都会突然觉得 在你的心事之内 所有的一切众生项 都豁然得解脱 何况你不能去帮助 一些众生得解脱 你帮助怎么帮助 也就是教一些众生 如是解脱嘛 不然你教他怎么解脱 你出去帮助他解脱 你解脱以后 你告诉他 我帮你辩 你就解脱了 只要我来 你就解脱了 那阿兰就应该解脱了 阿兰不是说吗 他以为那个菩提将来 诸佛 那释迦要会使给他 对吧 绝无可能 圣人告诉你 如何得正德出之圣性 得到解脱处 就是如是利于一切众生处 利于一切众生处 也是教导一切众生 真正从头开始 真正在他心底深处 真正从头思维 一切众生的担当 所以从那个法门 最初下手 因底心中 就不舍一切众生 所以这哪里有狂妄 这当然才是真正知道 是下手处 所以这个大圣服务法中 才是最务实处 才是明了处 那也绝对不是说 谁正德了以后 他就有方法 帮你加倍了 加持 King Kong King Kong 就加持你了 你要是真的这样子 都可以加持 那诸佛菩萨叫做戴度 他不应该入列盘 应该都在世间 帮我们加持 所以都不是儒师 所以真正在汉传佛教里面 尤其在大圣佛教里面 真正在这个根本一针顶上 讲这个根本心底法门里面 你会体会到 那真正是任心的担当 那真正是在心中的修持 谁能把这个法门 把这个修持真正留在世间 这个教法留在世间 那才是真正 为一切众生 广开甘露法门的时候 那任何人都是在 起心动念里面 认清楚他本来面目的 在起心动念里面 认清楚本来面目时 他一样能够明白 一切起心动念 过去在起心动念里面 不认这个本来面目 那就是众生的 最有一切夜感世界 将来你在一切决心 本来面目上 明白一切起心动念处 你当然知道 他是本来面目决心上 他是怎么成就 一切起心动念的 那你在这个角度上来看 那叫做华藏世界 华藏庄严 那是一切本体的开发 本体的安部庄严中 他所有的一切交替 所有的一切安部 交替就是事 安部就是界 所以每一个华藏世界之中 你都能够体会 那根本就是大决心体 入世之时的 心中的那个入世 大决心体就讲到 毕奴之那 法身入世 这时候讲到法身 毕奴之那是讲到 法身能够入世了 法讲到法 那当然就是法身佛 就是法 但是从法中 你要知道他一定能入世 从法能够入一些法 那也是法身 毕奴之那 那后面讲到入世之时 你要看他后面 从法能够成就一些法处 那就要法身了 那个入世之时 那个世间 那种酝酿 那种担当 那种酝酿 所以你才知道 什么叫香水海 你哪一个心地 哪一个念头 从你的决心出来时 它不是重重重重 从不断的决心 随缘当下 不断的重重重重 从剑刺的香水海中 为你变化世界 成就到你最后那一念 现前 大决心里就有那什么 就必定能觉得香水海 香就是气质 普勋嘛 水就是流润嘛 海就是能够担当一切海量 能够广纳 决体之中 它就是从必定能绝切的 香水海中 陷进下面一个世界 下面的世界 假如绝在剑 那剑就变成了什么 剑就是剑道的剑 剑就变成了 它必定能够随缘起兆的 种种香水海的作用 然后每一个香水海中 它又有香水河 与种种作用相接嘛 你不知道这一念之中 你的世界成就 早就是世界成就了 有那个香水海中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酝酿 在变成种种 不同香水海的酝酿 在变成种种种 种种香水河的相接 然后在每一个香水海中 成就种种 你当前在作用上的 世界的庄严 在剑就有剑的世界了 可是剑的世界 马上就能够起成 入色的香水的气氛里 那种气氛流润中 那马上又变成 色中的种种世界 这叫华藏壮严世界 你仔细思维 你心性中就具足如是世界 所以讲到华阴经中 讲到华藏世界皮 你不要以为他在跟你讲 你看不到 你不知道 不是众生能力所及的世界 将来你成佛才知 你现在不认成佛也不知 你现在念念之间 每一个念头上面 你不是这样子批拨 看到你根本大觉心体的念念 重重无尽 重重重重 无尽无尽的 种种的气 就是气质 跟那种流润的担当 你当然看不到世界的交替 你能明白这个世界的交替时 我们在最后的末梢的 这个液感世界 你就不会像过去 要反复众生的业力上面 一样这样的刚强 还执着以为有识 你当然就在后面 最末梢的业感世界里面 你能体会 它是什么样的业力成就 什么样的决心 在决心上 像香水海中的气氛 氛围成就的 世界 甚至于长到黑 那决心就有 入一些黑的香水 气氛 那都是你那个 一体中的担当 那叫华藏庄严 华藏世界庄严 你能明白那个庄严处 就表示你在一切念头之中 你已经不是跺在 最末梢的 刚想到业力上思维的 你是在整体上面思维 所有的决心的一面之中 所有决心的 层层的 重重的变化 你能在这个上面担当 你当然才能够明白 什么叫普贤 才能体会 所以世界像都是如此 它才会为众生成就一些 后面你以为这个世界 你感觉到这个好像是世界 但是哪一个世界 不是你现在业力所在变化的 同样一个世界里面 我们在不同的业力里面 你感觉都还不一样 那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世界之中 我们同样在一个地方 我们却活在不同的世界 是不是你同样在一个地方里面 你运用的是不同的业感的 种种那个酝量变化的 那个酝量虽然不能叫香水海了 但是不是就是在这种业感之中的流润 在这种气 这种恶业的气氛上面流转的呢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起成如是恶业的气氛 为什么形成如是的流润 因为决心之中 他就能够随一切气入一切气的香 香指作用 他就能够随一切流润中 入一切感受的流润的这种水 所以一切业感 虽然不能说成香水海了 但他还没有离开香水海 你心底中就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你决心随着那个气氛 在变化中这种恶念时 你仔细思维 是因为大决心底之中 他一定能够随一切因缘 启成种种气氛 随一切因缘 变成一些流润的根本的香水的作用 你才能够在最末少中 你以为你躲在种种气质的变化 种种流转的那种势力里 从他在后面的流转 那当然不能说是香水 那当然也不能撑海 那已经不是海量了 但是躲在后面末少的势力里面 哪个人有离开过你的香水海 所以那种体会是真正叫 十方诸如来吉诸大菩萨 因此得逞的 那种体会就连世界就告诉你 就是那念念之间在绝体上思维的 所以讲到这个时候 琴者听闻这句话 再也不会认为说 十方佛跟诸如菩萨 他们得到跟我没关系 十方诸如来吉诸如大菩萨 即因此得逞道 过去读这段打死我们都不敢想跟我有份 与我有份 我们就是穷子 临贫辛苦 在外流浪 打死不肯 就是不肯担当 就不肯认那是你的家产 当你明白时 十方诸如来吉诸大菩萨 因此得佛道 因此得逞道 那就是鼓励行者 已经知道你原来就是这样的证 你明白时 反而这句话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行者的激励 因为原来我知道 原来就在绝心上参 十方诸如都在这里参 你就不过起疑心 从此以后老老实实 回头向道 那完全作用就不一样了 心底的作用就不一样 三世原证固 明究竟涅槃 在哪里说得逞道 三世原证固 什么他 三摩波提 成了 那你 现在再把这三个 再跟大家 总会一下 你说什么他 三摩波提成了 那是不是三世原证 三世原证 不是叫你去修什么他 不是叫你修三摩波提 不是叫你修成了 叫三世原证 是让你修正念决心 看你是不是正得什么他 修正念决心 是不是从什么他明白三摩波提 修正念决心 是不是就在这个上面 什么他三摩波提之中 你能够正得禅纳 叫三世原证 所以下手处在哪里 下手处在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 你念念都在这里 你念念之间都不能 被你大绝去提上 去思维的 那就是下手处 那所以你就不会怀疑 你将来有份没份 所以需要有些 我们都需要那些 声音不断地鼓励我们自己 我们才能够肯于回家 面对 虽然面对之时 心里面还不踏实 总是虽然帮你筑记卷书 但是永远不可能 承认自己有份 等到你有一天 猜那个决心 你慢慢慢慢 就在每一个念头当下 你都能够知道 那个决心的作用了 你所参的那个决心 你过去有一个决心的目标 在参嘛 当你明白那个作用时 这个目标就消歇了 就不必有这个目标了 那个叫长者 就跟你讲 长者将末就跟你讲 辱是我子 我是你父 对吧 将来家产就要给你了 你连心里面 念念之间 若是不肯这样 你连长者都看不到 你连长者 长者叫长者 长者既然叫长者 就你连一个 长养的地方都没有 当你知道那个行者下手 的长养的地方 你自然在心底深处 能够明白那个长者像 跟现前的子像的担当 为什么呢 明白那个长养 就跟长者像 因为你根本明白 那个长养处 是你根本心中 从来不失处 不失去的地方 虽然用现在的众生语言 它叫做长者 但是长者是根本 心性之中从来不失 本来不失 从来没有失去过的地方 所以那当然是长者 所以每一个大决体中 现前处都是决心 成就处 决心在哪里说成就的 决心就在决心 决心现决中成就的 大决在现决 就是决心成就处 你明白大决在现决处 你就已经在什么 你就是在酝酿一切 十方菩萨公恨处了 不是吗 在决 你刚刚讲的说 行者已经知道 念念之间都在崛起上餐 那不就是在现前的 所有一些念头起处 你知道是决吗 所以它就没有离开过 从决入决的作用 没有离开过从决入决的作用 那你看到的还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决心 现前处 念头担当处 你要知道它是决 现在处 当你这个方向能够清楚时 心中的掌养的方向明确时 你就自然就是能够怎么 就是自然在你心底 就是教化一切菩萨公恨处 为什么叫教化 就是你在你心中能够启成一切 大决友情 友情是大决的公恨处 不是吗 不是吗 你要是根本没有这个方向 根本不是在决体上参 你想要知道什么叫做菩萨 智慧你都体会不到 所以决心现前处 其实就是决心最圆满处 但是决心现前处 你就感觉到每一个决都是当下现的 但是它现出来的当下 它世上 它就是你你之间在你心底深处 无量节就在运练菩萨公恨处 教化一切菩萨威德处 是叫父少儿子老 父少儿子老 听过法华经 怎么释迦摩尼佛那么年轻 怎么从地涌出那么多菩萨 无量节来修如此公恨 你念念之间都是决心现前处 都是现在担当处 永远是 当下 你能看到决体的最圆满处 就是在这里这一点上餐 就是无量节来教化一切菩萨公恨处 所以法华经也没跟你讲过 讲过天方夜谭或故事 那是心底中你明白怎么样下手处 那叫从地涌出 那是根本心地之中 你本来的就是一个行者 你你之间最初下手时 你念念如实的心中的智慧的担当处 那个叫做究竟涅槃 我讲到这个批语就是告诉你 那时候你真正在道理上 你方向上已然确定时 那所有的一起智慧德项 就是如是在你心中 启程教化 启程成就的 将来圆满处就是究竟涅槃处 所以那种究竟涅槃 是那明明白白看到 根本大绝心体的必定的所有的一些公恨 公恨当下就是大绝心体 这个里面从来无耳无别 那当然叫做大波涅槃 你运用到世间都是什么 都是菩提萨多 因为菩提萨多用到世间时 那你不知道友情吗 不知道一切世间倾向 一切友情吗 当然明白 但你知道出你还是过去流转的那种像 当然不是 那是大绝的担当 那叫菩提萨多 但是你为什么能够明白那个菩提萨多 就是你念念之间根本不备于绝吗 那刚刚讲到父少儿子老 那你更能够体会到法华金钟 他还为一切行者 已经方便为你安利你的下手处了 不就在你当前每个念头现前处吗 你不要刻意告证自己 我无量节来有个决体 从来不变 不必告证自己 你要担当现在这一个念头 虽然它是刚出生处 那其实就是绝体现前处 刚出生处就是绝体现前处 所以在刚出生处才能够为你讲 我无量节来 已然成佛 不然你听那个经文 你想像释迦摩利佛老师的 我无量节来已然成佛 你是明明白白刚出生处 你就知道他就是无量节来 已然成佛处 那你不就已经知道怎么在哪里担当 在哪里下手 那个才能够叫做究竟灭盘 那才是真正十方诸如来 极出大菩萨 因此得逞到 就是在这个决体上看 因为从决体上看 那大菩萨的公恨 我刚刚是用到大菩萨的公恨 那其他菩萨的公恨 在总开始呢 就是三种类 什么他塞摩波体缠大 你要能够酝酿出 如是大菩萨公恨来 他能够千变万化 一切大觉有情的公恨 你要先明白 根本自信大觉性中的 空甲中如是三种法则 那空甲中 他能够启成一切智慧 担当 那你要如何入这个空甲中 什么他塞摩波体缠大 就是讲的在这上面修 三法圆正 所以这里面 三世圆正时 就再也不是过去 抓着什么他说修什么他 抓着塞摩波体说修 塞摩波体 使你根本恋恋之间 都在决体上 所以正什么他 因为是决 所以你明白什么 塞摩波体 你正得是决 所以你明白什么叫缠大 叫三世圆正骨 这种方向 大家应该能够体会了 所以会打破过去的一切 下手处的那些妄想名字 他就是为此一世时 但是他能够原正一切想 一切法 那还是真正行者 下手处 好 大众请和长 愿意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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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